泰国斗鱼小鱼苗已经在这个鱼缸生活两个月时间了 为时过后准备对鱼缸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小鱼连同鱼缸里的大部分水倒入一个塑料盆里 这样做方便清理鱼缸 鱼缸连同过滤设备一起消毒 用的是二氧化氯泡腾片 会得到更好的消毒效果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浸泡 将小豆鱼重新放入消毒后的鱼缸 加入一部分养好的薪水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小豆鱼还会养在这个25成的小鱼缸里 直到鱼缸的大小不足以养活它们 感谢一直关注这个系列视频的朋友们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泰国豆鱼小鱼苗将要进入一个快速生长的阶段 这个系列视频的记录也将继续下去 就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 下次再见